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的校长 各位亲爱的长辈 老师们 大家早安 上一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说到 我们这个题目下面 命运 命运有 我们肯定了 而且呢 我们更肯定的是呢 命运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呢 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而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呢 我们对他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所以我能改变他 我不是完全的一筹莫展的 接受命运的摆布 命运有 有前因 有后果 但是呢 我掌握了那个缘 我掌握了那个条件 我就能够改变它 我就能够来营造它 这个是我们上个 上个节课跟大家做说明的 我相信呢 大家也都能够 体会到这一个层次 那下面就讲到呢 圣贤教育 怎么改变命运 那就要了解 什么是圣贤教育 这个课题很大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呢 细讲 我只能讲一个 粗略的 原理原则 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来认识什么叫圣贤教育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讲呢 圣贤教育所有的内容呢 就是一个字叫爱 也就是说 你要问我什么是圣贤教育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圣贤教育就是爱的教育 就是爱 可是这个爱呢 不好讲 因为呢 现在大家认识到的爱 不是圣贤教育的那一个成分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要跟大家做说明了 现在人认识的爱是欲望 它不是圣贤教育里面讲那个爱 圣贤教育讲的爱里面 一点欲望的成分都没有 这个是我必须要跟大家做说明的 那么你说有什么东西来说明这个很容易呢 大家去看那个基督教有一首歌叫爱的真谛 那一首歌形容爱呢就很窃窃 也就是说它很白话很容易听得懂 我就不跟大家咬文嚼子啊 大家去看那一首歌它怎么描述 其实那是圣经里面的一个 一个章节 它只是把它编成一首歌 那个章节里面就讲到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质 要忍耐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忍不住 我们那个爱的爱心就出不来 爱是恒久忍耐 不但要忍得住 而且要恒久 换句话说呢 忍不住那个爱就没有了 就什么时候没有办法忍耐 那个爱就没有了 又有恩质就是要付出 那个恩就叫施恩给别人 要用这个慈爱 要用这个仁慈的态度来对待一切的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而且是恒久 而且要忍耐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这种爱 大概就是父母 就是说你可以很清楚的 从父母的形象当中 去认识到这种爱的成分 因为他恒久忍耐 他没有要求要付出 然后他就是施恩付出 就是他完全讲付出 他不讲求收获 不讲求回报 那么他那种慈爱仁慈的那种态度 其实都是从孩子 从父母身上学来的 传递下来的 好了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现代人不懂什么叫爱 所以连现在的父子之间都没有这份恩慈了 因为我们听说过有不要自己孩子的 就生下来就把他丢掉的 墨学在很多的这种 因为我认识很多智商师 还有甚至于在监狱里面的教会师 或者是在少年监狱 或者是少年等于说是少年队 去辅导的这些生命线的志工 他们面对的那一个是这个社会很黑暗的一面 我有时候听到他们告诉我的一些案例 我都没有办法相信这是真的 有一个女儿被她的父亲性侵了八十八次 这是我没有办法相信 没有办法理解的 可是现在都发生了 你要问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不认识爱造成的 大家把欲望当成爱造成的 就是说我们不认识圣贤教育 结果发生这么多的悲剧 应该要有爱的 发现他没有爱了 他只有欲望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如果物质的欲望 一直被提高 一直被渲染 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些爱 就是说圣贤教育讲的爱 最后就会不见 大家不认识的 所以你说命运会不会改变 命运不会改变 而且越来越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懂得改变命运的原理原则 他走的都是反方向的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我们要先釐清一个观念就是爱不是欲望 爱是讲付出 不是讲我要占有 我要控制 不是的 我要支配 那个不是的 一定要很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爱里面有什么呢 有智慧 有理智 不是那种糊涂 不是那种 情绪化 不是的 没有那些东西 你看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再来爱是不嫉妒 请问我们嫉妒吗 我有一次到警专去演讲 那个都是警察嘛 将来要做警察的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因为他们叫我讲两性关系 我就告诉大家 也是讲这个议题 我说爱不到你会怎么样 爱不到会怎么样 下面有同学就举手告诉我说 爱不到他会很难过 还有一个同学举手 爱不到 我很多同学举手 我记住最深刻的一个答案 叫做毁掉 玉石俱焚 就是我爱不到我就把它毁掉 我也不要别人爱啊 好我就问这些同学 因为他们的答案我都写在黑板 我就跟各位同学说 各位同学你看看 这些情绪是爱吗 都不是 那都是欲望 全部 他们认识到的全部都是欲望 而我该再提醒大家 现在流行歌曲里面歌颂的爱 你去听一听 全部在歌颂欲望 而且歌颂的非常的露骨 也就他把人给带坏了嘛 他不服责任嘛 那这一些越高涨 圣贤教育就越隐晦 因为圣贤教育也讲爱 但是他讲的不是那个 也就是这么神圣的一个字 被被被被 被现代人给污蔑了 给扭曲了 所以呢命运都改不了 而且命运越来越糟糕 因为他都在为他的命运 投下负面的记忆嘛 你看嫉妒是正面的吗 不是 而我告诉大家 你看爱是不嫉妒嘛 那个嫉妒啊 我可以跟大家讲 被我嫉妒的那一方 一点影响都没有 而我却受到百分之百的伤害 就我在嫉妒别人的时候 那个被我嫉妒那个人 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受不到任何的伤害 可是我却受到百分之百的伤害 你说这种人他聪明吗 那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 圣贤教育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 祝福 我替他高兴 圣贤教育讲的就是这个 我替他高兴 他比我好 我替他高兴 我祝福他 我希望他比我更好 念念都是这一个 那就是圣贤人的胸 胸筋胸怀 气度 你看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那都是爱的真谛里面讲的 那也是圣贤教育 圣经也是圣贤教育 如果这一门教育不是圣贤教育 他传不下来 不会有那么多人跟他学 他绝对不是迷信 你看看他讲的哪一句话错 爱是不自夸 你看我们自夸有爱吗 对吧 自夸的人觉得自己了不起 觉得别人都不算什么 所以圣贤教育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要能够欣赏别人 不要只欣赏自己 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要看到别人 要恭敬别人 要礼敬别人 礼敬别人 我们古人讲叫自卑而尊人 自卑是什么意思 那个卑不是我现在很自卑 不是那个 那个卑是缩小 缩小自己 尊人呢 那个尊就是扩大别人 扩大别人 我用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就是 心里真的有别人 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现在心里真的有谁 真的有自己 我不相信我们去看看 这个咱们现在来拍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洗出来 你第一个看什么 第一个找自己在哪里嘛 先找自己嘛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一般的人心态都没有别人 其实都有自己 那他有自己他就会自夸 就会张狂 因为他只考虑到我的 我的想法吗 我的感受吗 所以呢 你看看现在人讲话 一张口就是我想怎样 我的想法怎样 我的意见怎样 我的感受怎么样 他有没有想想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感受 别人的意见 通通都没有 都只想到自己 然后就会依照自己的利益 去损害别人的利益 我们要说了 刚刚说过了 这个世界有没有吃亏的 有没有占便宜的 没有 他现在要损害别人的利益 他将来要还债 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 命运就是这么回事 那为什么他不能够成全别人 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教育 他从来没接受过这一套教育 所以他不懂 那他现在不成全别人 他要伤害别人 他要让别人吃亏 他将来要还债的时候 他就很痛苦 他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好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 为什么我到处要破财 要身体不好 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就又在结果上 又抱怨又呐喊 又为将来的命运 投下不好的记忆 就是在恶性循环当中 永远没有办法超越 那么 所以才发现说 圣贤教育告诉我们的 就是超越的原理原则 你怎么从这个好的不好的命运当中 好的让他更好 不好的让他能够提升 是这一个 你看爱是不自夸 不张黄 在不做害羞的事 那个害羞的事 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敢跟别人说 不敢告诉别人的事情 那就别做 所以圣贤教育教人学什么呢 学坦荡荡 学一个君子 不要让别人吃亏 不要侵害到别人的利益 心里真的有别人 这就是理敬别人 恭敬别人 那么心里要有别人 就要把自己怎么样 缩小 把自己缩小 可是现在的教育 正好走相反的路 现在的教育是把自己放大 为什么呢 教竞争 教竞争就是把自己放大 因为有我就没有你 对吧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叫竞争 竞争就是把别人踩下去 我自己爬起来把别人踩下去 也就是说走竞争的路 都是在扩张自己 在贬低别人 那么所以竞争的路 这个教育发展出来的人 是什么样的特质 骄傲 自以为是 就现在讲自以为是 有一句话讲的比较婉转 叫自我感觉良好 我就觉得自己良好 那别人一定不好 对 然后呢 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看什么都不顺眼 看什么都不顺心 没有一个他看得顺眼的 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的 你要晓得 这样的一个学习 事实上呢 是在为我们的生命造成障碍 形成障碍 因为你都看人家不顺眼 别人会看你顺眼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都看不上人家 看不上眼 这个也不满意 那个也不高兴 这个你也要批评 那个你也要跟人家指教 这种人呢 最后人际关系就不好 那这样的人际关系不好 我们在今天的题目里面 就说这个人命运一定会很不好 他一定遇不到贵人 一定没有贵人要相助他 那谁造成的 注意 我们要为自己的命运 负100%的责任 所以要改自己 改自己的什么 改自己的心 要把这一颗心改一改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怎么改心呢 圣贤教育 就是这个 目前跟大家谈那个 爱的真谛 就这几句话 我们就学到好多 可是谁肯这样学呢 谁肯把那个态度 真正变成是我的态度呢 不自夸 不自夸就要谦虚了 对吧 不张狂 不张狂就要赞美别人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赞美过多少人 在我眼里面有多少人的行为 是我看得上眼的 是我能够鼓励他 能够帮助他积极向善 我们这一生施了多少恩德给别人 也就是我们都要去想这些问题 要不然我们怎么营造我们的生命 投下好的这个记忆 所以人格特质非常非常重要 就一个人拥有这样的人格特质 我们说这是一种成功的人格特质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命运一定好嘛 他掌握那个命运改变的那个条件嘛 他念念都在释放的是正面的能量嘛 他为什么不好呢 他一定好嘛 所以大家要从那个根本的原因去找到 所以中国的老祖先就讲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秧 众三英得善国 众二英得二报 那都不是乱讲的 换句话说 我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 那都是很科学的态度 非常科学的态度 那我们现在重新来检验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这些话非常有智慧 那是智慧的结晶 他不是随口讲出来的 不是的 好了 几个人依教奉行 几个人听了就是说 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 我就应该这么做 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圣贤教育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点 爱是不自夸 不沾黄 不做害羞的事 再来呢 不求自己的益处 你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换句话说呢 是要让别人得到好处 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人生观当中 有没有这一条 有没有说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就希望这个地方的人得我的好处 现代人是怎么样 现代人到一个地方去 就是希望那个地方的人 给我点什么好处 你看完全相反的人生观 他的命运怎么会好呢 大家去想想看就知道了 他能得到好处 可是呢 你想想看 他的人生会越走越窄 他都要得别人的好处嘛 他的路就越走越窄 再来呢 他的心灵就越来越空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世间不乏有钱的人 不乏地位很高的人 可是他们快不快乐 我遇到很多 就是我亲身遇到的 因为我们当时在 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在中国大陆 我开的课程就是 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 因为报名的人很多 我们最后就限两种人 可以参加 一种是董事长 一种是总经理 所以我们遇到的 都是那些人 而跟他们相处的情况之下 我才了解 原来我们看到 这些光鲜亮丽的外表 其实背面 背后都是脆弱 很多人很有钱 很有地位 可是他不高兴 他不满意 他没有我们小老百姓 活得这么的潇洒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是说 我这个是一个小老百姓 所以我酸溜溜地 讲这些话 不是的 我讲的都是真的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 一辈子都在追求财富 追求到了 结果如何呢 他不高兴 他觉得他 他追求到 本来要很高兴 可是呢 可是他说 他都没有得到 跟他预期的有差异 真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然后才晓得什么呢 然后才晓得说 人要能够 往这个 另外一方面去思考 就是我到一个地方 我能不能让这个地方 人得我的好处 而不是我去得人家的好处 我如果能让越多人得我的好处 表示什么 表示我能力越高 表示我能力越强 你看看 这么一个转念 心里就坦然了 我在小时候曾经 家母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她说你长大之后 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不要做一个手心向上的人 大家想想看这一句话的 我觉得很有哲理 手心向下就是你能给吗 手心向上是什么 你要嘛 你要跟人家要嘛 要跟人家要求嘛 索求嘛 那就苦了 那现在人要的多不多 多 都是人家欠我的 我经常看到说 你看现在那条路已经开了 从那个到太平路 太原路那条开了嘛 我经常说台湾的路很多啊 多的不得了了 已经四通八达了 对吧 我经常怀着感恩的心啊 在开这些路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台湾的路你看这么好 这么的宽敞 这么的四通八达 可是呢 路那么多 路那么好 用路人的 那个素质有没有提高 没有啊 他塞一点他就要骂 那是什么政府 你来做 你能不能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 我们都要 都要跟人家要 那么我们曾经想过 我们付出多少吗 忍一忍不行吗 转一转心念不行吗 在车上享受一下片刻的那一种 这种塞车的宁静不行吗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转他的心念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圣贤的教育 所以人的路越走越窄 好像人生活着就是那一份薪水 就是别人的眼光 别人怎么看我 我要怎么样让他羡慕我 我要怎么样让他觉得我了不起 都是我 都没有想到别人 所以呢 他的命运真的很惨 很悲哀 可是自己又不知道 那么都是活在别人 给他的掌声当中 别人的眼光当中 多可怜 醒不过来 那所以最后什么疾病很多呢 我跟大家讲忧郁症很多 精神疾病很多 因为他内心有冲突啊 他走不出来啊 我跟大家讲的都是真的 所以你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下面那句叫不轻易发怒 为什么呢 发怒是不好的记忆 发怒呢会造成 对方跟我之间不好的记忆累积在那里 那个记忆将来要发出来 所以我们走在路上 为什么说我看这个人 觉得心情很好 就是因为我跟他 在过去的时候 接触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印象 所以这一次遇到了 我对他觉得 蛮好的蛮亲切的 看起来他蛮有我的缘 有没有 那就是过去的记忆好吗 为什么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人 他觉得心情不好 但是这个第一次看到啊 好像以前也不认识 可是心情就是不好 就是觉得不好 很没坏 很脆 为什么 就是过去的记忆不好嘛 好啦 那问题来了 我还要这样子 跟他就是那个 Kimoji 还要不好下去吗 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如果 还把我这个情绪再扩大 将来遇到还是这样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如果我能够 在现在了解到这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我们过去造的孽 所以呢我现在要赶快 转变我的心态 我要欣赏他 对吧 甚至于我可以帮助他 我可以赞美他 关系就改了 那个记忆呢 不好的记忆就擦掉了 他就种下一个好的记忆 将来遇到了 就变成是好朋友了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化解负面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化解负面的情绪 如果他能知道这些关系 这个关系当然错综复杂 他能知道这些关系 他就能顺利的把这些 负面的情绪给化解掉 所以呢 不轻易发怒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这个不喜欢不易的事情 不计算人家的恶 就是说 不计算人家的恶 就是说 不要去计较别人犯了什么过失 别人犯的过失 我要怎么样呢 我要宽恕 还有呢 要怜悯 再来呢 要教导 要劝 而不是去怨 不是去批判 不是要他好看 不是修理他 那种心态 对自己都不好 要转 我怎么帮他 我怎么劝他 我怎么去理解他 你看那个心态只要一转 问题就化解掉 不但问题化解掉 而且两个人的这一个关系就变好了 就改善了 将来他就来帮助你 他就成为你生命中的力量 贵人 这一个 那就是爱 你看圣前教育教的就是这一个 所以呢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易 不喜欢那个不易的行为 喜欢善良的 真诚的 不喜欢不易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你看 这些话 我们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态度 我的包容力如何 我能包容吗 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 人家这个 无理的来跟我 这个 冲撞的时候 我能够稍微 耐住自己的性质 包容他吗 然后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不要去怀疑 你看这一些 态度啊 都帮助我们 转变命运 改变命运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什么呢 圣前教育很小的片段 你就看到 效果这么好 所以你看圣前教育 我在跟大家归纳一个爱字 然后拓展开来 我们老祖先讲的 几个纲 第一个 五轮 五常 四为八德 爱的教育啊 五轮 那个轮是什么意思呢 这都是文言文啊 所以要解释 不解释呢 我们现在认识他都 含糊笼统 胡伦吞藻 那个轮是什么意思 轮是类别 类别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叫做关系 叫做人际关系 这样大家就听得懂了 那换句话说 人际关系有几种呢 有五种人际关系 不管人际关系有多复杂 也就是说 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归纳 你就能归纳到五种 有没有第六种呢 没有了 那能不能只有四种呢 也不行 就是五种 这叫什么 这叫真理 你在古代是五种 在现代是五种 在台湾是五种 在美国还是五种 决定不会跑出第六种 也不会变成四种 不会 就是五种 这叫真理 这叫人际关系 好啦 那哪五种呢 第一个叫夫妻 第二个叫做父子 第二个叫做父子 因为有夫妻然后才有父子 第三个叫做兄弟 有父子然后有兄弟 这是在家庭里面的 这是家庭里面的关系 然后从家庭里面的关系 再扩展到社会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 的延伸 就变成了 君臣的关系 君臣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工作 上下级的关系 比如说在一个学校里面 校长就是君 老师就是臣 就是这个关系 所以那个君跟臣 不是说皇帝跟大臣的关系 不是只有那种关系 他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因为这都是古文 所以要经过翻译 用现在的概念来讲 哪一个团体 没有上下级的关系 都有嘛 那就是君臣关系 那是在社会里面的关系 那么从兄弟关系 衍生出去到社会 叫朋友关系 就这五种关系 那这五种关系 就叫人际关系 那那个人际关系 跟我们的命运有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我们的命运跟 很多人的命运是交错在一起的 是一个交错的网络 当我们的命运改变了 其他人的命运跟着我们转 那个人就能够 那个人就能够让 跟他有关系的这一个团体 命运通通都能转得过来 那这个人在那个团体里面 是扮演什么角色 就是领导的角色 因为他有智慧 那别人就扶他 别人就接受他的领导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那关系太密切了 而这个关系 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讲 就叫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 就叫这个 修身就是我能改变我的命运 其家我能改变一个家的命运 治国我能改变一个国的命运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智慧 因为他接受过圣贤的教育 好啦 你说我要去改变这个国的命运 可是我的命运我都改变不了 那叫做什么呢 那叫做 圆木求鱼 绝对得不到 他就要说我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 我能够 我能够改变一个家的命运吗 做不到的 我一个家的命运都改变不了 我说我上班要去 要去把我这个工作做到多好 要让多少人得到我的利益 那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嘛 他做不到的 所以呢讲关系 而这个关系里面是什么 就是爱 所以呢 父子叫父慈子孝 那个慈跟孝就是爱 那个父跟子就是关系 所以他把那个关系里面 应该要产生的一种相互对待的一种 模式 告诉我们一个原理原则 怎么做 怎么做这个关系才能理顺 这叫伦理 就是那个伦要把它理顺了 你的命运就改了 你的人生就非常的圆满 那么原理原则只有两个字 父叫做慈 子叫做孝 那个慈跟孝是不是爱 是 那都是爱 为什么要讲两个 因为身份不一样 身份不一样 态度就不一样 方式就有所不同 但是核心都是爱 会依照身份的不同 而有对待的差异 胸 油 地 公 你看那个油跟公 讲作用 那个胸跟地就是关系 就讲关系里面的作用 夫义 妇 德 做丈夫的有道义 做太太的有德 有女的 夫义 妇 德 君 人 臣 忠 那个人跟忠就是态度 就是爱 其实都是爱 朋友有信 通通都是讲这个 你说他 没有道理吗 你说他不能改变命运吗 都能改变命运 只是呢 我们有没有听进去 我们有没有依照那个原理原则 来改变我的态度 来改改我的心 来改改我怎么面对这些关系 怎么去营造这些关系 这要学啊 那以前人在哪里学 在学校里面就学了 现在学校不学这个 觉得这个没有用 然后他要学知识 他要学技能 结果知识技能学了之后 他搞不懂人跟人的关系 他到这个社会就添乱 再来呢 他到这个社会就碰钉子 虽然他很有 很有知识技能 可是呢他没有办法 融入这个社会里面 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关系当中 得到理顺 没有办法在那个关系当中 非常的 这个 恰当的跟人在那些关系当中 去转变彼此的命运 让彼此的命运往上提升 他做不到 现在我们遇到的困境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叫这些人叫什么 叫草莓族 叫抗压力很低 挫折成就力很低 那一些语言就是在形容那一些 没有办法把人际关系做好的 那些人的状态 所以要教啊 这叫五轮嘛 再来呢五常 五常就是什么呢 五种 决定不变的 这一个人生态度 那个常就是不变的 不能变的态度 有五种 也就是说不管是古代 还是现代 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外国 只要是人 都有五种不变的人生的态度 应该在我生活的时候展现出来 如果不不展现这五种 态度的话呢 这个人的命运一定一定会堕落 一定会不好 一定会遇到灾难 一定会遇到伤害冲突 那这五种不变的态度是什么呢 叫仁义理智性 大家想想看仁义理智性是不是爱 通通都是爱 只不过它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讲 你才晓得 中国人对这个爱字的认识很深 而且呢 中国人的文字很科学 因为外国人只有一个爱字 所以呢很粗糙 很粗糙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个爱的拿捏 应该怎么拿捏 但是中国人不是 你看那个中国文字 对于那个概念的描述 非常的精确 一点都不含糊 才晓得我们老祖先不但很科学 而且呢他们很有智慧 而且他们把改变命运的原理原则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看这个人就是爱人 人者爱人嘛 人就是呢 家后别人 后代别人 这叫人 不是后代自己 是后代别人 那很多人就在问 我为什么要后代他 为什么他不后代我 那你就晓得 他讲这个话呢 他违背武昌 违背武昌之后呢 就会有 负面的回馈 就是我刻薄别人 好啦 别人也刻薄我 那就彼此的记忆就不好了 那就结怨了 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人的路越走越窄 他没有办法经营他的生命 没有办法经营他的命运 这些道理 我们慢慢清楚之后 你就知道老祖先这些教诲 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意理智性 武昌 我不要一个一个讲 这个我们在十二堂课里面都有讲过 再来呢 四维 礼义廉识 巴德 孝替忠信 仁爱和平 所以呢 把这个 这四维巴德加起来就十二个字 那是什么 都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这就是圣贤教育 那总归一句的时候是爱 孝 替 忠 信 这是什么呢 这是 这是民族 维系生存的 四个概念 你说我们这个民族 为什么一代传一代传得下来 就是孝替忠信 这四个字 现代人为什么不懂呢 因为现在都是小家庭 不懂 以前是大家庭 都有什么呢 都有 池塘 都有家谱 那个家谱是什么呢 家谱就是一个家的历史 你懂得这个家的历史 你才会爱这个家 现代人爱不爱家 现代人不爱家 现在人只要有能力 他一定要搬出去住 他不愿意跟家人住 所以家庭的功能是为了 大家对这个家没有凝聚力 没有向心力 可是大家要晓得 人这一生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第一个想的是什么 就是回家 因为有依靠 可是现在人无依无靠 因为没有家 家在哪里 家就跟旅馆一样 回去就只有睡觉吃饭 看电视 那个家的功能 那个家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人没有依靠 现在没有依靠 很可怜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一些 就是告诉大家 圣贤教育很重要 要把它恢复起来 那么这个校替中性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赖以为生的一个核心 再来 离义廉耻是什么 离义廉耻是民权 就是民权主义 就我们现在讲人权吗 现在不是有人权教育吗 现在人权教育是什么 我们讲的比较 这个比较 切切的就是呢 损人利己 其实那个不是人权 人权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下 尊重别人 就叫做离义廉耻 一个人有理 讲求道义 讲求廉洁 讲求羞耻心 才能跟他讲人权 如果一个人没有离义廉耻 就要耻夺公权 因为他没有资格讲人权 那个人就跟野兽一样嘛 就跟禽兽一样 你怎么能跟他讲人权呢 他懂吗 他只会去害别人 不可以讲人权的 要跟讲离义廉耻的人讲人权 他才听得懂 他才有那个资格来论人权 再来呢 仁爱和平就是民生主义 因为没有仁爱和平 就没有民生 你看这十二个字 把民族民权民生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那这些都是圣贤教育的内容 具体的内容 改不改变命运呢 决定改变命运 那为什么命运改变不了呢 因为第一个他不懂得关系 再来呢他不懂得应该怎么做 他不懂得这一个原理原则是什么 那所以呢 讲到关系 讲到这个情绪的交流 情绪的管理 这通通都是圣贤教育里面的内容 很主要的内容 那人生活在这个世间 不外乎就是人事环境 跟物质环境 那人事环境里面 在圣贤教育里面告诉我们 有善 有恶 在物质环境里面 有顺 有逆 物质环境里面 有顺境 有逆境 就是呢 我遇到困难了 就叫逆境 没有遇到困难 就叫顺境 一帆风顺嘛 那么遇到 对我很好的人 这就是善 对我善的 遇到对我不好的 找麻烦的 这就是二 对吧 是不是都有这四种状况 对吧 那这四种状况 你就要晓得它的原因在哪里 有因吗 为什么人家会对我不好 因为我以前对人家不好 为什么人家现在对我好 我以前对人家好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偶然的 都不会凭空出来的 所以它有因 然后呢 你才晓得 怎么样去营造 最后呢 把那个果给 调整到一个好的状况 因此在顺境的时候 就要学习什么 不能骄傲 不能够贪恋 在逆境的时候就要学习 不能够生气 不能嫉妒 不能够陷害别人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情绪管理 所以呢 圣经教育在这方面 讲得非常非常的切切 非常非常的多 总之就是什么呢 面对我们现在遇到的场景 有善人 有恶人 有逆境 有顺境 有逆境 要学什么 学心气平和 管理自己的情绪 就是学心气平和 遇到善的 遇到善的 顺的 心不要太 这一个高傲 我们叫欲不可重 志不可满 乐不可及 因为乐及生悲 所以就告诉我们 顺境的时候要怎么样 还要凭自己的那一个 贪心 凭自己那个 很得志 是躊躇满志的那个心 要把那个心平住 平下来 这是在顺境的时候 那逆境的时候就要 凭什么心 要凭那个称 称慧 巴脾气那个心 最近那个新闻 最有名的就是林书豪 莫学跟大家讲 你看看这个年轻人 真是了不起 他二十几岁而已 那么多人关注他 他还那么谦虚 再来呢 他把所有的代言通通都拒绝掉 通通拒绝掉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样我才能专心打球 如果我有那么多的代言来的时候 他怕他怎么样 他怕他会分心的 你看这就遇到顺境有没有 他是不是遇到顺境了 可是他还能凭自己那一个高傲的心有没有 这就是圣贤人教的嘛 圣贤教育就在教这个 所以改不改变命运 大家去想想就知道了 再来逆境的时候不要发脾气 不要嫉妒 不要这个抱怨 那都是凭自己这颗心 好了 几个人在这样子学习 如果我们平常没学习的时候 就让你当林书豪 你就垮了 这都是真的 他那个林书豪他也不是遇到的时候 他才开始学的不是的 从小家庭教育培养的 不是临时抱佛脚说 我现在遇到这个境界 我再来调整 你调整不了 你绝对被那个境界牵着鼻子走 都是平常的功夫 平常要学 所以才晓得什么呢 要教育子弟 否则他出去他就踢到铁板 等他踢到铁板的时候来不及了 都是来不及的时候了 他再来抱怨 再来伤心 那都没有用 那都是后见之明 所以老祖先就是怕我们命运不好 所以把这么一些教诲 放在典籍里面 一代传一代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这些祖先不认识我们 可是他对于子孙念念不忘 念念希望子孙能够得到好的教育 能够用好的态度来转变他的命运 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唯一能转变命运的就是教育 而且不是知识技能的教育 是圣贤教育 而我们要去认识圣贤教育 只有一个门槛 什么门槛呢 文言文 只有这个门槛 为什么要学文言文 因为老祖先知道 语言是流动的 语言是流动的 所以我现在讲的话 一百年后就听不懂了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们现在是民国一百年 你去跟民国初年的人讲话 他会听不懂 什么叫ipop 什么叫做email 他们听不懂的 就连什么叫电梯可能都不懂 对吧 什么是高铁他听不懂 一样的道理吗 再过一百年 一百年后人讲的话 我们听得懂吗 也听不懂 所以他晓得语言是流动的 所以智慧要承传下去 就不能用现在的语言系统来写 就要创造一种文字 这种文字是独立于 语言之外的一种文字 也就是语言不管怎么动 这个文字不动 然后他才能保存 这个就是非常有智慧的设计 那那个语言就叫做文言文 换句话说你只要懂文言文 我们上下几千年的智慧 那个把钥匙你就拿到了 免费的 因为他没有版权所有 翻印必就 没有 一毛钱都不要 唯一的门槛就是文言文 你要能够掌握住 这把钥匙你就拿到了 你就可以开进去 然后里面就是宝库 就是几千年智慧的宝库 你要不要 就这个门槛 那你说文言文难吗 不难 真不难 墨学跟大家保证 你说那你举个例子 不难到什么程度 比英文简单 这都是讲真的 因为墨学英文很不好 但是我不敢讲 我说我文言文很好 不过至少我相对没有障碍 就是看这些古书 我相对是没有障碍 那你说你花很多时间学吗 没有 没有 因为墨学从小就喜欢 所以我没有刻意去学 我念的是理工的 大家都知道我念生物化学 所以大家有信心 我都学得好了 应该是所有人都学得好 但是最好从小教 这叫圣贤教育 真能改变命运 这不是假的 这都是真的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 希望给大家一点参考 那么怎么做呢 要学习 要看古书 再来呢 要呼吁当局呢 要增加文言文的比例 为什么 因为这是智慧的宝库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